HELLO BARBARA HELLO ALTON 歡迎你又上來教我們投資的小知識 我知道你們在2023年第一季 推出了一些新的產品 跟比特幣和以太幣有關 可否先讓我們知道什麼是比特幣或以太幣 是的 我也特意為了這次做了一點功課 因為始終對於散戶投資者來說 可能未必說之前有接觸過一些虛擬資產 或者就如Alton所說 比特幣是什麼呢 或者以太幣以太坊是什麼呢 其實在虛擬資產的定義上 他也有說到如果是可能以一些數碼化的形式 去做一些交易轉帳 支付又或者投資等等的工具 其實就可以被視為是虛擬資產的一種 大家可能比較聽得多的就是 比特幣或者是以太幣 這些我們就叫做加密貨幣 他們就可以在特定的環境下 可能用來做交易或者支付等等的用途 所以就是一種比較普遍的虛擬資產 其實比特幣來說 大家都會經常說 聽到去中心化的一些貨幣 就是利用點對點 在網絡做一個價值的轉移 就不需要透過任何的中介機構 去做交易 也是通過網絡傳輸的方式 去做一個資金的轉帳 但以太幣來說 大家就會想起 跟以太坊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以太坊就是繼比特幣之後 第一個透過這些 我們經常都叫做 區塊鏈Blockchain的技術 去建造一個應用平台 也是在市場上 現在比較流行 其中一個最流行的區塊鏈之一 以太坊他們就發明了這個以太幣 就是承載著去中心化的一個形式 在沒有中間人 就正如剛才比特幣 沒有中間人的情況下 在區塊鏈上完成一些不同的應用 所以如果以太幣來說 它的應用層面就會比較廣 因為可能在日常有很多的應用程式 都會利用到以太幣去進行交易 還有我也補充一下那些叫做 區塊鏈Blockchain 對呀 阿層你知不知道什麼是區塊鏈 因為大家都經常說究竟有多安全 以及怎樣可以補充投資者 因為這些Blockchain 區塊鏈 或者以太坊的東西 其實好像那個帳簿 就不是只有一個人維持著 是有很多的節點都維持著這個帳簿 所以要去改這些紀錄的時候 除非有方法一次過改完所有的帳簿 如果不是 就沒有可能影響到Blockchain 或者一個以太坊上面的紀錄 所以就是靠這樣的一個叫做 Cryptography 一種叫做密碼鉻 去保障安全的程度 我又想問一下 反過來 即是CSOP出了這兩種 叫做虛擬資產的ETF 其實可否再說多一點 給我們聽這兩種產品的背景呢 是的 正如Alton就先所說 我們譬如說一些虛擬資產的ETF 但其實我們不是直接買到虛擬資產的 例如說虛擬資產 比如比特幣期貨的ETF 以及以太幣期貨的ETF 底層資產都是用期貨去做的 他們的底層資產都是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上市做交易 流動性是非常之高 亦都是受到監管 再加上這兩隻ETF 都是在香港上市 大家可能會記得 上年10月份的時候 香港政府都有推出過一個 虛擬資產政策的市場發展宣言 所以亦都是大力推動這些虛擬資產的發展 希望香港都成為我可能國際上 多些公司或甚至是散戶投資者都會接觸到 所以變相更加推動了 港交所可以將批准這兩隻產品去上市 亦都是對於投資者來說 就更加有保障 因為之前都有很多平台爆煲事件 或者大家都會覺得 怕會否入了些錢又拿不回來的情況 除了這兩點 還有沒有甚麼好處帶給投資者呢 其實我想大家如果有玩開虛擬資產都會經歷過 可能你要去開很多wallet 都有很多蟲 亦都是那些dual diligence 比較難過 還有就是在入場門檻那方面 用ETF去部署交易對手方 風險會減低了 還有那個入場門檻其實都比較相宜 還有投資者可以在一些券商 例如如輝納那樣 其實都可以直接在你們的港股帳戶買到 不需要另外開一些戶口去投資 還有大家都會看到入場注碼之外 都會有一個很窄的bit aspect 買賣差格都非常窄 而且ETF比較公開透明 大家都會知道底層資產是拿著甚麼 哪一個月的期貨 對於投資者來說我可能本身不是很熟 但看到最近的表現聲勢都不錯 想少注下去加入自己的投資組合 其實利用ETF去部署就更加相宜了 現在是2023年的4月 大概3066、3068 他們一手是多少股 還有在現在的股價之下 大概入場的門檻是多少錢左右 我們3066、3068 每手都是100股 Alton剛才一開始都說到 我們是去年12月中上市的 上市的時候是7.8元 在短短的4個多月以來 其實都升了很多 3066現在大概是13個多左右 3068是12個多左右 所以大約1500元不用 就可以在4月份現在這個時候 已經可以加入自己的投資組合 但當然如果你說一開始已經買了的話 其實現在已經接近升了雙倍了 明白 我到最後都補充一些風險的聲明 有些虛擬資產 就是有一個限制的 就是定了是最多出這麼多就這麼多 但這個也不代表因為這樣 一定會升值 另外也要留意 要分清楚這個叫加密貨幣 以及加密的資產 Crypto Assets Crypto Assets其實可以闊一點 可以包括一些Digitalized 所謂藝術品 又或者是Wine NFT等等 而Crypto Currency 就是窄一點點 就是說Bitcoin Ethereum等等這些 今天也很感謝Barbara 讓我們有這麼多 投資的小知識 又認識多了一些虛擬資產的東西 謝謝Barbara 謝謝Alten